吹眠秀的技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柴明廷 那麼我們上一集 跟你介紹了初步的你如何去學催眠 待會你會看到 我們的影片裡面 會有舞台秀的一些照片 那麼我想要跟您談的是 在目前的市面上 在教催眠的很多人 很多老師 都把催眠秀的技巧 放到他的催眠課程裡面來講 我要在這裡跟你 澄清一件事情 而且要很慎重的去讓你知道 催眠治療 跟催眠秀是不同的事 而且是差別很大的 譬如說 給動物催眠這一種 這是屬於催眠秀的 範圍 催眠治療你在網路上你可以看到 像在推廣 艾瑞森催眠的 美國的Jekry Dye 他們這一派這些人 那麼這是屬於正式的催眠治療 你所看到的這些舞台秀的催眠技巧 你看那個催眠師跟你 然後吹在那邊 然後他叫人家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些人就跟著做 或者是說用很神奇的方式 給人啪 基本上這都屬於催眠秀 不是催眠治療 台灣大概也沒多少人到美國去上過催眠秀 我算是其中之一 我要這麼講 催眠秀所用到的基本上都是屬於 人體機制的方式 當然有些催眠技巧也是會用到一些催眠秀的技巧 有些是相通的 但是在正式的催眠治療裡面 我們並不需要用這些舞台秀的技巧的 所以我要請各位朋友 你要先分清楚 你學的是催眠治療還是催眠秀 假如你要學催眠秀 那麼基本上在治療裡面幾乎是沒有用到的 我學了催眠學了將近快20年了 在我的治療裡面 在我的諮商過程裡面 我幾乎沒有用到這些舞台秀的技巧 我講課會跟同學分享 我會教他們舞台秀是怎麼做的 你來上課 我就是半個小時幾乎就可以教你了 但是你一定要去分清楚 你要學的是什麼樣的催眠 這是我要跟所有的朋友講清楚的 催眠治療 它基本上第一件事情你要去了解 當事者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症狀 這些症狀後面代表的意義 其實解答就估之一出了 接下來你只要做好催眠師 就是該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OK 好這樣喔 到這裡告一段段落 我們下次見 拜拜